蘇貞昌找了陳耀祥 找了志祺的主委 然後跟他講說 這些東西程序都已經完備了 我們今天是行政員直接告訴我 已經做了一項困難 不叫我們放心 那一天蘇貞昌就立刻找了陳耀祥 他就說一句話就說 你這個主委不要做到 我給人家 本來好像 好像有一些 變成沒有 沒有 就是說 我本來好像是 可以說我給你個Favor 不然有這個變成沒有 他說你不要做成這個樣子 審準預測簡直像通靈 竟然是果然在那段時間內審核通過 今年1月19號成功拿照 但這驚人的錄音檔爆料 蘇貞昌怎麼回應 沒有這樣是總統也從來沒有交代 這種事情 那對於新生師股東的分爭 變為我們NCC做為一個公星 被這樣是辨識組 我們也感到非常遺憾 但就我所了解 我到目前為止 沒有接到任何的偵查通知 或相關的資訊行 而且這個案子來講 我是不曉得 它這個是他之案 還是真之案 那當然如果一般民眾 如果去告發舉發來講的話 那相關的來講 地檢署依照他們的行政程序 還有偵查程序來講 基本上應該都是他之案的問題 那我認為我個人是清白的 也沒有所謂的辭職的問題 那至於說要不要回避的問題 這是我們NCC自己本身的依法 我們要不要回避問題 如果到起訴階段來講 當然一定要回避 這依法我們本身就是要回避的問題 這個我相信這個只是訊息 而且中時集團跟我們NCC的關係 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特別提到中時集團 是因為自由的報導 所以是要把這個問題 推到中時集團身上嗎 主委為什麼要和中時集團呢 中時集團跟我們的關係 你們也很清楚 但問題是自由時報也有報導 有報導我們就尊重 為什麼就是中時集團 表示你一對中時集團就有成見 是這樣嗎主委 那在NCC還可以說是一個獨立機關嗎 這個大概是有史以來 第一位NCC的主委被列為被告 所以說他是他自案被列為被告 但是這個對NCC來講 其實已經是一個非常不名譽的事情 而這個主委到現在為止 他還可以在這個位置上面 同時認為說他沒有任何 有不公平不公正的處理地方 我想這個真的就是 就是就讓社會去評論這件事情吧 這真是可說公平 這是到底現在的NCC還有NCC的主委 他是不是能夠獨立 而且公平公正的去行使職權 從我們剛剛看到就是 麗英講的這個中天新聞台被裁罰的案子 那麼已經這麼多的案子 也可以看到就是法院現在也給 還給中天的公道 那麼可是呢這個中天新聞台 因為就是NCC所做的這些不當的處罰 然後又把它連接到就是跟他的患照有關 然後所以最後讓這個中天新聞台 這個被關台 就是他提示給他執照 就等於是行動是被關台 這其實裡面就是有很多的 這個不當連結在裡面 對那麼現在到底NCC是不是應該要承認 他自己過去在處罰上面 所做的一些不當的判斷 那麼應該是不是要思考要回復 讓中天新聞台給他 就是還給他一個清白吧 然後這個大人還要有實際的作為 這不是道歉了事就算了 對於一個新聞台原本從在有線電視上面 然後退出有線電視 那麼這個其實是造成非常大的 這個商業上面的一個損失 那麼同時也影響了非常多 新聞工作者的他們工作權 對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NCC都應該要好好的去檢討 他們過去的作為 老師你太有道德感了 他怎麼會承認自己錯誤 以他那種厚臉皮的程度 因為我們都從這幾年都看在眼裡 真的是像一開始那個 那個關於禁電視要深色換照 馬上就給了耶 而且就是這個錄音檔就流出來 那到底陳耀祥是承受 他是自己的意思 還是獨立機關的意思 還是背後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一定要讓禁電視過關啊 是 所以這個案子也是非常吊詭 因為如果以NCC過去以來 向來對於新聞台深色的標準來看 似乎是不可能會過關的 就是寄新聞台 因為他不僅僅是在他的這個 過去的他的專業背景 還有跟他的公司治理 他的財務等等 其實這都有很大的這個 就是他的表現基本上 也可能不如之前還有更多的業者 他們想要申請新聞台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 不是頂好的一個申請人來說 那既然NCC可以就是給他 這樣的一個新聞台執照 這個的確是有非常蹊蹺的地方 也難怪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是背後是不是真的是有高層 在施壓 那從這個裴偉他所透露出來的 錄音帶上面來講 其實我真的是高度懷疑 這一定要非常非常高層給NCC 蔡總統嗎 這不無可能 這真的是不無可能 是 那這裡都有賴檢調 查出真相 讓大家明白到底是 什麼樣的一個黑手 讓陳耀祥不畏全民 輿論的壓力 就是要讓進電視過關 除了組織的設計之外 其實人格的獨立是更為重要 但是我覺得從這屆的NCC主委裡面 就可以看得出來 再怎麼說 這個機關的組織設計得再好 但是人不獨立 它還是沒有用 那麼就進新聞台的這個案子 的確在台灣可以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具有這個新聞台 聲色的里程碑的案子 尤其是NCC給進電視新聞台的 這個聲色案 負了大概有12個負擔 然後14個保留費值權的 這樣的一個付款 那他給他這麼多的要求 可是給了之後 NCC就讓我們去查核 這是一直我很好奇的 對 那麼本來說是 他給他就處分完了之後呢 三個月內 他就要增資到20億 可是事實上 我們大概知道 好像是到前一陣子 去年12月底的時候 這個進新聞台才說 增資20 才完成增資20億 那但是我看了前兩天的新聞 又說這20億其實已經也都 也都花完了 花完了 又還是虧損當中 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NCC如果說他今天真的是 這個不偏不倚的獨立的行使 公正的去行使職權 那麼你既然給了近十年來 一個最重要的新聞台的執照 那麼是不是也要去觀其言 然後去查核他們現在的所作所為 有沒有符合你NCC的要求 是 老師您身為前NCC的委員 您看這個進電視的下場 跟主委的下場可能會是什麼嗎 坦白說我基本上認為說 進新聞台還是會一直持續下去 那這個主委呢 他還是會一直穩當地坐在他的位置上 大概到明年蔡總統 就換卸任 是 那麼最後的這個他自案的被告 說不定也就是行政清潔了 就清潔了 如果說是以現在我們看到這個 司法機關有這麼高度的這個 政黨化政治化的傾向來看的話 這個不無可能 是 是比較悲觀 民間特徵組哪裡找呢 只要在YouTube 用民間特徵組五個字 不管是用手機或者是平板 右上角有三個點點 把它按下來 就有搜尋篩選器 進去裡面把上傳日期旁邊打個勾 按一下 再滑出去 就有最新一集的民間特徵組在上面囉 這就是找民間特徵組最快的方法 另外也可以在中天電視的播放清單裡面 也可以找一下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留言分享 就是對民間特徵組和賴小營最大的支持喔 到這裡 新的地方